好吃的米食真的是在地人才知道 在南岛市盛王亚廟夫妻有一間素食麵店 對開店到現在已經有30年了 也是這麼多南岛人最愛吃的素食小吃之一 他們的南岛意味和秋冬菜購 是這麼多人來這裡一定都會點的料理 先問這個調查我們做過來聞聞一下 吃到今晚南岛地水意味配上秋冬菜購 是最多的好吃 也是我們都吃素食常最多的料理 我覺得他們的素食還蠻好吃的 因為我平常早上也是吃素的人 可是因為我們去一些素食餐廳 就會很怕吃到一些素料或者是一些加工食品 可是剛剛這樣看老闆他們其實都是自己 新鮮的食材去手工製作的 像我剛剛點的是我們的素的南投意麵 那一般來講說大家都會覺得素食好像比較沒有味道 但是其實我覺得老闆娘非常用心 就是他的那個料炒的非常的香 雖然只是簡單的可能豆皮啊香菇之類 但是因為調味非常夠我覺得很好吃 像我自己本身平常是吃荷的嘛 那如果你想要吃肉的話 老闆他們這邊也有素香腸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多在地人這隻就是幾十年 也是很多我們家人最愛吃的素食之一 開店的時候我們就自常來這邊吃了 鍋邊素啦 就有了吃這樣子啦 啊尤其是他們那個手工的那個菜捲啊 真的很好吃 他們的那個料又實在 都很好吃 不過老闆娘也表示 一開始會想要來做素食店 也是因為以前沒有素食的菜店太多 很多吃素食的人也很難買才會來開這間店 從早期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 早期賣素食的很少嘛 就是有些很多人都吃素啊 就比較很少地方可以吃 我才用心去耕耘我們素食這樣 然後我們藍頭的意面是很Q 加上我們精緻的那個素杖 把它淋在那個意面上面 吃起來口感很香很Q這樣 還有我們自製的手工菜捲 我們都是純手工做的很好吃 而且行李是相當的好 常常需要自己的學生回到三天 隨著老闆跟老闆娘年紀很很大 學生也死掉 都切空氣回到這班 完全不一樣以前是做辦公室啊 客人會覺得你的口味跟媽媽做的對 所以要一直編一直調一直調 我回來已經做應該有快五年了 對啊 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對啊 媽媽的那種口味還是要留得住吧 爹地帶的老闆娘 時間了幾十年的時間 才對媽媽那裡學到精神和口味 希望來做媽媽的素食味 煮給大家多人來吃 今天算差不多